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日常公园 我是李叔 在节目播出的昨天 5月26号 是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 通过共进一次午餐的实际行动 向社会传递 减少一份歧视的理念 这个特别的日子 是在2012年5月26号 由我国唯一一所 专门收治HIV感染儿童的 全日制学校 山西临凡红丝带学校发起 那本期做客 日常公园的嘉宾 其中一位 就是山西临凡红丝带学校的校长 郭小平 大家好 我是山西临凡红丝带学校的校长 郭小平 郭小平好 然后我们今天 还有另外一位嘉宾 然后他本身 是一位HIV的感染者 小陈 大家好 我是小陈 然后小陈跟刚刚 那个郭校长 他们学校的那些学生 不太一样 他们学校的学生 都是这个 由母婴传播 感染上这个HIV的病毒的 小陈好像是在前两年的时候 发现自己感染了这个病毒 是吧 对 是的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主题 大家也能感觉到 肯定是跟HIV 这样一个话题有关 那同时呢 也不限于此 因为这两年 实际上我会感觉到 无论是平时 我们看一些社会新闻 还是就在我们的朋友圈里边 会看到一些人 一些像我们一样 就是普通生活的社会人吧 他的生活陷入到某种困境 某种逆境 甚至说绝境 就比如说 因为家庭的原因 就莫名的欠下了一些巨额的债务啊 或者是那些 就是从小被家庭抛弃的这些儿童啊 以及咱们中国人 其实以前就会说的 就是少年丧父母 中年丧伴侣 老年丧子女 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 无论是在任何人身上发生 对他来讲 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那对于我们作为一个 比如说他旁边的人 认识他的人 很多时候也会感觉到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 一方面也会替他们觉得很难过 但一方面也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 对 所以呢 今天我们呢 也是借着HIV感染这样一个话题 来探讨一下啊 就是关于生命中的这些逆境 这些困境 同时呢 本期节目也感谢吉利德科学的公益支持 那首先我想先访谈一下 咱们的郭校长 因为您是2006年创办了 同时代学校 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 但那之前您的职业是一个医生 那后来为什么就是有这样一个转折 变成了一个专门去收治 HIV感染儿童的学校的校长 去创办了这样一个学校 在2004年那个时候 我是在我们当地 就是在我们林飞市传染病医院 我已经当五年院长了 但是04年是一个特殊年峰 因为在我们中原地区 90年代输血的 还有卖血的那一批感染者 正好是8到10年 那个阶段发病了 对对对 在03年有一个非典 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 是 当时我们市委市政非常重视 就建了一个非典的隔离病区 那么04年的时候 艾滋病可以说 在我们那儿吧 可能是区域性的 可能遇945年 96年 那批输血HIV的感染者 到了04年就集中发病 那时候 当时人们对艾滋病的态度就是 只要你是艾滋病感染者 一定把很多东西拉到你头上 道德派坏 人不是好人 一定是你在外头胡来了 大家无形中 把这就隔到一块了 这是04年 所以导致这些病人 在他的病房里面 晃晃不可终日 就是很焦躁 连院里面都不敢去 但实际上这一批病人 就是集中发病的病人 更多的是在10年前 因为卖血的 这个卖血 因为输血 所以那时候我们说是 反正那个非典的隔离病区 也闲着了 因为那病区离我们医院 还有十几二十公里 所以就到三更底下 征求病人的意见 病人就乐意去 当然乐意去 那跟外界不结 那周围没有老百姓 我们那病房开了大概有十年吧 这十年里面大概受过要打几百病人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那是你说干医院 为什么能干起来学校 04年的时候我们就有几个孩子 他们的父母因为这病就去世了 因为父母感染的早 他生下来才感染 他们是父母感染之后生了小孩 对父母感染以后 那时候母婴阻断技术也不健全 很多人还在家里面生 那时候咱们的检测三查 还不是很到位的 所以说是就有这么几个孩子 当时父母发病 父母死掉了 孩子也发病了 孩子六七岁在我们这住院 父母一死掉 实际孩子的事 主要就是父母 你再有其他的亲戚 你不知道孤孤一一 这人家必定是亲戚 对 必定招呼你 我可以招呼你一时 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但是一直招呼你不现实 更何况还有一些 就远离你 大家也害怕 他亲戚朋友也是人 当时在04年 艾滋病交换那么厉害 大家好像是握一下手 见一下面 甚至大家能够这样避上你过 你想想在那种环境下 谁的命不是命呢 大家都害怕 所以说是这几个孩子就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以后 当时走到医院里面跑 但是可喜的是 在04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出来一个政策 四免一关怀 四免一关怀 四免一关怀政策 就是免费治疗 免费孩子上学 四免一关怀的 出来这么一个政策 到了05年的时候 我们就拿到了 儿童的艾滋病治疗药物 孩子们就 为什么他住到我的 他发病太频繁 肺部疾病 肺部感染 说一礼拜夜好了 好了一礼拜 他又发病 又感染 说一礼拜夜好了 好了又感染 好了以后在院里跑 跑 你想想我住那么多病人 他小孩六七岁 就刚才跟我来的这老师 这老师当时就六岁 你想想 这么影响病人 我最后我说把这家伙弄个 把他搁到里面上学去 刚刚校长进那个 我们录音室的时候 带了一个小朋友 还有一个 其实也很年轻的一个女孩 然后校长就给我介绍 说这是我们的学生 我说你好你好 他说不这是我们的老师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学生 原来是学生 现在是老师 对 所以说就疼了一间病房 我们叫爱心小课堂 因为05年我们弄的时候 我们对他们生存下来 没有希望 想着他半年 三个月 当时我们就想 还能超过一年 所以说就是 把他弄到这 现在不闹了 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给他讲一讲 意思是让孩子 有一个上学的体验 因为不知道还能活几天 到了06年的时候 我们感觉孩子们 用抗壁毒药以后 不发病了 不发病以后 我们感觉到 是不是有可能能活下来 我们自己对这个学校 就叫成一个 红四代小学 因为红四代 是咱们艾滋病的一个象征 对 我们就叫这红四代小学 小学也没批 因为我们这时候 还是不知道这病 究竟将来怎么样 对 但是这时候 我们的用药已经免费了 我们的儿童用药 与成人用药已经免费了 我们也用的 我们的免费用药 药用上以后 这就一直往后走 到了06年的时候 孩子就多起来了 就有十几个孩子 十几个孩子 我们想说是 这得顾个专业老师 我们的医护人员弄不了 对 我们的医护人员 把他懂着 他不怕 他连治疗都不怕 他根本不怕跟你交书 对 我们说拼专业的教书的老师 教学的老师 给我们带来很多 困惑跟麻烦 那时候拼一个来 来了以后 口罩的一戴 手套一戴 是吧 对 就是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传个不大一 都不是给学生压力的问题 给学生压力 我都把它作为其次了 人家就是这样 干这几天 人家说不行 我不干了 因为啥呢 他在这一干 村里人就知道了 因为你只能凭 村里的名办教师 村里人就知道了 村里人知道了以后 他在村里面吃鞋 上礼 节奏 都受到印象了 就不干 都不用说这些学生 就连在这个学校教书的老师 都遇到了这个社交方面的 你可以认为是某一种隔离吧 对对对 所以我们当时就频繁换老师 三四个月 有时候几天换一个老师 包括你还有些老师 还没结婚呢 来我这以后干了几天 一看这家影响早对象了 人家就离开了不干了 刚才就一直想问一个 就是医学方面的问题 就是那些小朋友 一开始您也会很不确定 他们的这个就是存活 就是他这个发病的问题 对 因为从医学上好像是说 把HIV的这种 怎么叫携带者和病人 相当于是在两个不同的阶段 对 那在那个时候 怎么样去界定这个小朋友 他是一个携带者 一个感染者 还是说他是一个 F病病人的一个阶段呢 当时的界定携带者 携带者就是说 经过治疗病毒载量降到很低 是吧 他的传染性很强的 你不像今天我敢领着 这还到你这 因为他没有传播性 没有传染性 他病毒的量 0 CG4CV8细胞都正常 包括我们翠翠 还有我们学校 还有好几个老师 也是感染者 我们这治疗 都是这样的 也就是他已经成为病人之后 还是可以通过治疗 把他这个刚刚您说的 那几个数值降下来 降到一个非常低传染性的 一个程度 对 所以我建议现在是 对艾滋病病人也好 对过去说携带者也好 我建议叫他叫感染者 叫感染者比较合理 因为啥呢 你说他是携带者 携带者就是正常携带者 正常携带者 为什么要吃药呢 吃药就说明 他身体还有问题 所以说他实际也是有病人 不过现在我们在治疗方面 我们能够有办法 通过用药以后 走割他 走断他 不让他去复制 然后他第一 对他身体造不成伤害 第二 他不传染给别人 因为你现在没有疫苗 所以说是感染这种病 一定要想着 不要往下传染 怎么不要往下传染 就自己把药吃好 检测自己正常的 然后传给别人 包括自己的最亲的人 你这世界上最亲的人 父母 配偶 对 是吧 特别是配偶 他跟你有体液的节奏 血液的节奏 心的节奏 你更不应该传染给他 所以我们学校当时 我们那些孩子 他都是有传染 所以老师反反复复的这么变 但是我们到这时候 我们零分师尾 在这时候 06年以后 我们市里边的领导 去看了以后 也给我们租基 给我们市里边的领导反映 反映我们市里边的领导 感觉到 当然那时候 那些孩子 不光是我们当地零分的 也有我们三一省 其他地方的 所以我们的领导说 孩子们可怜的 稀活的 把学校给疲劳 疲劳以后 让他们转下心来 去帮助他们治疗 帮助他们学习 关心他们这些孩子 让孩子将来 长大了以后 不要因为 这个阶段 遭受的苦难 他长大以后 转移到别人身上 他又去传染给别人 就这意思 对 因为这个实际上 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 对 一个 大家会担心的事情 就如果这个小朋友 从小的时候 就非常的不顺利 然后被歧视 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话 而这个东西 他没有做做任何事情 对 他天生就是这样一个感染者 对 然后他如果因为这种 命运的 给他的这样一个磨难 未来他去选择 反正说爆破社会的话 实际上 咱不说理解不理解了 他确实是一种可能性 对 那我们要尽量的减少这种可能性 对 对吧 所以当时我们在11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治疗也稳定了 11年我们已经治疗了 6年了 对 用抗病毒药已经用了6年了 而且我本身 是医生 我有一个专门的 艾滋病治疗的医生团队 我们经常在一块开会评估 说这5年了 没有发病 说明抗病毒药没问题 因为任何一种药 大家说怎么好怎么好 那么最终怎么好 最终我死用了多少年 确实效果不错 那是判定他的成效 所以说也非常好 我们也给我们的市委市政府 我们包括我们的市委监委 汇报 汇报以后 大家一致达成一个共识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 我说我感谢我们林峰市委市政府 分量有点轻 我觉得应该说我们所有的感染者朋友 应该感谢林峰市委市政府 因为是他们这种举措 不仅仅是包容了这几十个 一百个艾滋病感染儿童 我觉得更多的是 他包容了一个感染者的穷体 特别是现在 我们学校有十多个省的孩子 我们林峰依然 政府该怎么支持怎么支持 而且我觉得 这可能与我们当地的民峰有关系 大家都是一种想法 既然孩子出现问题了 管哪了 咱们能帮多少帮多少 咱们能帮好一点 尽量帮好一点 所以红四代学校就一直存在下去了 政府对学校后来有很多的支持 这些支持是不是也包括一些 什么资金上面的支持 是 政府主要是资金方面的支持 包括我们人力方面的支持 你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老师 都是政府来支持工资 他们的五险一经 这些都是政府来支持 我们学校日常性开资 你比如说是水电 暖 还有这个维修费 这些都是政府来支持 用药方面 从一开始我们用免费的药 一天两次 当时我们想着 一开始我们吃这药的时候 免费药挺好 心里面挺高兴 我们能活下来了 对对对 但是我们在四面一关怀 以后我们活下来的时候 到了现在我们国家这么重死 社会力量也非常支持我们 前三年的时候 我们就想吧 我们不仅活下来 我们怎么能活得更好 对 所以我们当时正好 激励到他们就来我们学校 也是搞一个全员的活动 来了以后 说是你们有什么需求 我们就直接说 我们想得到更好的医疗 跟药品这些 最后激励到 我们可以给你们捐资钱 你们来把你们的医疗方面提升一些 当然提升一点 就是我用的药更简单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的孩子 很多孩子都用单片的药 而且一天吃一次一重新好 我们学校的孩子们 得到这种好处 所以说是 这也是孩子们的很信用的一点 让我们的孩子不仅仅活着 而且活得很快乐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我得感谢各级政府对我们的帮助 也感谢社会各界 包括吉利德 包括一些基金会 包括社会上 大家给我们点赞的那个人 哪怕就是在微博上发一条 大家就是给我们点赞的人 我都要感谢他们 我觉得还是 再由我来补充一句 感谢郭校长 因为你是让这个事情发生的人 对 那就是学校最开始的一批学生 就是原来从医院带过来的 那后来的很多学生 是家里送过来的 还是通过什么渠道 来收治到这些学生的 一开始我第一批那四五个学生 就是在学医院住院的 那爱惜小课堂 一开始这四五个孩子 是因为治疗来的 后来就有些就冲的不是治疗 冲的是你这能够上学 我在那上不了学 那时候零几年的时候 这孩子他父母一死 大家就知道都是杀病 一推你这孩子也是 这孩子就上不了学 所以当地的政府也好 包括民政部门 包括教育上的 包括卫健上的部门 还有他们家里面的 无顾移秉秀秀秀这些 就是零四年我成立到零六年 这中间就把孩子一个一个 也是三三两两的这么送 不是一下送来这么多 到了06年的时候 我就有八九个孩子 这时候实际人的想法 是在慢慢改变了 一开始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 吃了一年药能活下去 就想给他一开始说 给个学习的体会 紧接着给个挖在学堂里面 我们叫学堂过去 叫学校挖在学校的体会 自己就胡写名字 叫五字台小学 实际也没批 是吧 后来政府一重死 正式审批 到红四代 学校 而且给我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到这里面 这时候心里面想的啥呢 想的实际很朴素 很简单 想的就是 这回好了 我能发从中毕业证了 心里面就想 没有说是什么远大的目标 孩子们能上高中上大学 没有这些这么大的目标 那时候 能发正规的毕业证 能发正规的从中毕业证了 光想到我能发从中毕业证 我这孩子将来在我学校出来是从中毕业 光想着这 没想到你是红四代学校从中毕业 可能影响会更糟糕的孩子来说 没想着 光从中毕业 这时候孩子们上从中的时候 这心就大了 对我来说 心就大了 我又没有可能上高中呢 我这孩子健健康康的又不发病 就跟高中联系 因为我们有高中的资质 你还有一个高中的校长 你还就 我们政府一个沟通 你还就同意 我觉得这好像都是 跟命用一样 同意就挂靠了那家学校 他这个挂靠 是说你那个红四代成立了高中部 还是您的毕业的学生 可以去到某一个高中呢 学生上高中还在我这上学 我们顾几个老师 他在给我派点老师 明白 还在我这学校上学 但是学举挂的 你按照 我自己不办高中 对了 当时我挂了16个学生 17年高考的时候 16个学生我考了15个 考上大学 考上大学 15个是录取很顺利 学习好的 本科学习不好的 差一点的 二本三本 再差一点的我专科 现在这批孩子 该结婚结婚 该生孩子生孩子 该工作工作 都成社会上的有用制裁 这都 第一天上大学到现在 也过了7年了 17年就是您的那个学生 第一批上大学 第一批高考的嘛 但是我在做这件事以前 我会给我们的孩子 每次每次 从我20年前开始搞这个学校 到现在 只要我给孩子们讲话 我有一句话 是一定要给孩子讲的 我就告诉我的孩子们 过去你们遭到了伤害 我们孩子都是美音传播 你们是无条件的遭到了伤害 是吧 咱不谈点性传播的东西 对不对 咱先不说这 这些孩子是无条件的 接受了伤害 但是 你们不要把这伤害 传递下去 你们一定要有一个理念 你就再苦 再累 你心里面再不舒服 一定要记住 艾滋病这件事 到我 为止 你还别人传不传 咋不管 咋管不了 对 到自己这 结束了 不往下传了 实际这 我给了孩子们 一个沉重的负担 是吧 给了孩子们 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那么就从孩子们 六七岁来这 到孩子们十八九岁 离开这 每天给他们的教育 就是这么一个教育 我这个教育 也有可能 就剥夺孩子们的性权利 或者给孩子们设置的 性权利 意思是在很小的范围内 很窄的范围内 尽量找一个感染者 所以我就说到 红阴方面 我就经常 有些人问我 我就说是 你让孩子怎么办 我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经历的 零几年的时候 小的时候 我一点想着就是 吃饱 吃好 对 要给他吃好 多活两天 到了上初中的时候 要吃好 是吧 想办法把凑中给他读好 然后高中 一步一步 到现在这些孩子 到社会上了 大学毕业了 按道理好了 因为你这个学校 他是从六七岁 你想催催吧 六七十岁跟着我 跟我跟到现在 跟了十八九年了 所以说这些孩子 有感情了 你就得想着他毕业以后 接下来的生活 接下来的生活呢 工作 大概好说 因为他现在 毕竟考工 要测这一项 他很多企业 还是不用测这一项的 特别民营企业 还不用测这一项的 你就这些孩子 最重要的问题是 他们的轰连问题 轰连问题 你说是 找一个非感染者 你说 我见面的时候 我先跟你讲一句 我是艾滋病感染者 你说这两人 大面积的台下的概率 有多高 我没有做过调查 刚见面的是隐瞒了 后面 到了那一天 咱就说是 要发生新关系的时候 必须告知了吧 对 你不告知 你是违法 道德上要谴责你 你告知了以后 那么你往下走的概率 还有多少 就更小了 我没有调查过 往下走的 尽管你说我 有 安全套 我尽管告诉你 我吃药吃的 我病毒攒量是怎么样 什么样 这是道德的谴责 法律的制裁 好 咱教育孩子说 艾滋病到为止 孩子们 那方面 说也不行 不说也不行 行 我找个感染者 这总行了吧 对 至少没有什么道德压力 这没有道德压力了吧 也没有法律压力了吧 两人也能说了 你有感染者 我也感染者 咱俩都能说了 就像我学校一样 我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感染者 我们全是感染者 就有几个老师是非感染者 我老师里面有三分之一的是感染者 学生全是感染者 我们无所谓 是吧 突然你这么说的时候 我有种 莫名的感觉到了一种轻松感 就是感觉大家的那种轻松感 大家都轻松 对 就都可以敞开说 不用遮着炎炎 不用遮着炎炎的 吃药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块吃药了 大家本来就不用遮着炎炎 所以现在就说 我们的孩子结婚了 这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你说咱找个感染者 感染者 都保护隐私 都在桌子底下 钻着了 因为啥 还钻到桌子底下 因为你 大家对他的眼光 不又好 存在着其次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在桌子底下 钻着 你说我从哪儿去找一个感染者 就是找不到 对 因为大家都不想暴露 大家都不暴露吗 我就说挺尴尬 我光给孩子们教育 给孩子们道个 我意思 如果孩子们翻过问一下 郭伯伯 我对象不好找 你还有好办法吗 我只能给孩子们说 对不起 我确实没有好办法 因为这里边 其实过去长出的时候 我感觉到了有很多的 其实是我们的 生活日常里边 接触不到的一些矛盾 甚至有些悖论的部分 就比如说 校长教育那些孩子说 我作为一个感染者 将这个病到我为止 不要专门给别的人 那咱就说站在大众的角度 会觉得说 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你专门别人 这不就是害人吗 你怎么能专门给别人呢 对 但是如果我在想 站在那些孩子的角度来讲 他们来看这个世界 我什么也没有做错 我一出生 就是携带者 然后我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然后一辈子要 要不然就一直隐瞒 要不然被人歧视 那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长大 我为什么不能传染别人呢 我觉得其实人是 很容易往那个角度去想问题的 就是我作为一个 命运的一个受害者 我为什么不能去害人呢 对 一旦你这么想 可能就拉不回来了 对 所以就在一直跟他们讲 就不要这样做 不用这样做 那是在亚裔这类 对呀 亚裔他们这类 对呀 就劝他们去用更善的方式来 面对这个社会 同时 他们的很多问题 实际上 包括这个上学问题 找工作问题 互联问题 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那这里边又牵扯到了 第二个游户矛盾的地方 就是关于隐瞒那个事情 对 就是今天录音之前 我跟郭学长我们一聊 就是很多情况之下 你说这个找工作也好 上学也好 因为我觉得人 他都希望自己能够更敞亮的活着 就诚实的活着 对 这个我是觉得 你站在一个 所谓的那种 那种高道德的角度 去对别人提要求 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但如果设身处地的去想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 你自己的头上 你是会选择撒谎 还是会选择 去被所有人歧视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 某种意义上 是一个挺无解的事情 这个是我的思考 刚刚 李叔说的这个 哎呀 就是 你叫我李叔 我没有什么压力 郭小装叫我李叔 我就 哎呀 还不好压力是吧 就是像李叔刚刚说的 就是如果你说了这个谎 那你就可能会 简单省去了很多的 不必要的暴露风险 如果你不撒谎 你很诚实的这样子说 然后你就会要面对 很多的挑战吧 也可能是阻挠这样子 对 所以我反过来理解 就是 郭小装 这个红四代学校 实际上他肩负的任务很重 除了作为一个学校 传统意义上 九年之 医务教育学校 要教的那些 学校里的知识之外 还有一部分呢 是关于治疗的部分 大家吃药 学校里面吃 还有一部分呢 是这些学生的 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是心理重建 对 为什么说重建呢 比如说有一个 一个就是 活得很顺遂的人 到了百分之说三十岁吧 突然比如说 他发现自己欠了一个亿 怎么办 或者突然之间 因为一些重大的什么 变故 或者是一些什么 就比如交通事故等等 亲人去世了 他怎么办 就这些都是 我们在比如说 在这种心理治疗方面 会聊到的心理重建的问题 而这些小小孩 在学校里边 就其实我还蛮蛮蛮好奇 他们一般 是会在几岁的时候 通过什么样的情形 知道自己 跟其他的小孩不一样 我是一个感染者 以及我未来的人生 会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以及他们发现之后 您和学校的老师 会对他做什么 你像我们学校吧 在这方面 可能我们学校就有优势 因为感染者儿童 他在他原生的 就是一开始 那个学校的时候 他所谓个体 对 他就一个人 他是感染者 连其他人都不是感染者 问题是 你现在他到了我学校以后 等到他懂事的时候 你不用给他提醒 他知道他是感染者 因为他在这个学校里 特别到了十一二岁以后 你要会用手机 会用网络 我们有网络教育 教学 会用网络 他会说的 他了解红字带学校 所以我们没必要说是 到了一定年来 给他谈 你是艾滋病 要怎么样怎么样 不用谈着 因为我们很多老师都是 因为我们老师同时 又是孩子的同伴教育员 所以老师们会给谈 你比如说女孩到月经期 月经期怎么度过 这吧 就是作为一个家长应该谈 但是我们老师会谈 你像现在翠翠就会谈 这些事 你像这个艾滋病感染这件事 我们老师就会跟孩子们谈 因为作为 你比如说我吧 我不是感染者 如果我跟孩子谈 特别大一点的孩子 谈有些事 我如果从一个高度上去 至高无上的一个东西 给孩子谈 孩子会有一种心理 说是你又没感染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理 这是第一 第二是你比如说是 我有时候 不拿我自己的心理 去衡量他们的心理 你比如说 有时候翠翠在我跟前说的多 我们其他几个感染者 老师 杨阳老师他们 刘老师他们 都是感染者 我有时候 在决定孩子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先问他 说你是什么感觉 然后我又下来 又问大孩子 因为我没有高中的孩子 我又问大孩子 你是什么感觉 然后我再跟小孩子说 所以我们学校 你说是 虽然我们面临的是 教育医疗关怀 这么几点 但是我也有我的优势 我的优势是我感染者多 我大多数是感染者 我们学校 老师加学生 总共下来以后 我感染者占到80%多 他们学校一共多少人 一共就是 现在我学生54个 54个学生 老师里面还有6个感染者 人家就60个人 我普通的人才十几个人 所以说是感染者是多受的 要说其次 我就说开玩笑 我说是谁其次 谁还俩 所以实际上 是耳濡目染的 平常你像我给孩子们 课肩操 或者是 不是我一个月 总给孩子们讲一次 在我不是 这疫情这几年 我在学校住着来 住着来 就是天在黑了 你说晚上 我的学校很偏 我又没事干 就跟孩子 有时候 就在我学校有个期干 夏天的期干底下 一坐 期干不是有什么 这个谈 一坐以后 孩子就绕我一圈 这我们就开始谈了 孩子就问我 我能活多长时间 对 那么直接 很直接的 甚至女孩问我 一想进来生孩子 这时候 她不是那么多孩子 都在我一圈 因为我的期干不是 咱学校期干不是方的 又几个台阶 我把台阶 最上都一坐 孩子们底下有一堆 后面有一堆 这就做十几二十个 这时候 很轻松 我们在一块 聊天 不如夏洛克七点多 特别冬间七点多 太阳正往下落的时候 他们刚吃完饭 往外头一坐 就聊天 聊天 我是凑这个时候 我不想 以一种正式场合 跟他们聊 因为正式场合 跟他们聊 我怕他们心理压力大 对 那么就这种非正式场合 我们就在一块聊天 他们就问我 说能活多长时间 我跟孩子们 有时候说话 也很直白 但是我不想 给他过多的画饼 画太大的饼 我可以给他画一个 有可能实现的饼 我不给他画那种 完全实现不了的饼 所以我跟他们说 我说 你比如你们吃药吧 势必要影响一点点 因为你从小两三岁 你就开始吃药 势必要影响一点点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可能不会太多的影响 你这病毒 长期在体内潜伏 或多或少的 要影响一点 不可能不影响 说完全不影响 除非科技再发展一点 是吧 这是一个 但是 我们 得把我们每一天生活好 明天汽车还要出车祸来 后天还地震 但后天桥塌了 人还死 谁能预料那么多 但是咱把今天 咱过得踏实一点 是吧 我给他们 说的特别好 讲这些东西 就反正都在地下坐着 平常我这也不是个爱干净的人 所以就这么坐着 跟孩子们就这么聊 我觉得我跟他这么聊的时候 他们更能深入的听进去 其实我之前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也有很长一段时间 在思考这个问题 说感染这个病以后 会不会影响了自己的生存期 然后有多长的寿命 这些相关的一些资料 也去在网上看了很多 然后 现在很多说的就是 只要你正常的服药 不太会影响你的预期寿命 但是就像郭校长刚刚说的 说你怎么又能够预知到 你的寿命是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也是悖论的 就是你生活在当下 你就去享受当下的时间 不要有太多的压力 所以说是 艾滋病这件事 咱们也应该想 人生究竟是要咋 你人生的意义究竟是啥 如果人生的意义 仅仅因为我从小 因为父母传染 传染了一个艾滋病 而且艾滋病还是个慢性病 它不马上死人 它比社会上白血病 比社会上很多疾病 它还有很多好处 咱往好的方面想 不要老王坏的方面想 跟一些比较严重的 癌症比起来 它算是存活率非常高的 对 它就是有个传染性 传染性咱们现在通过 咱们用药 U等于U 是吧 用药 用的好 病毒攒量降到一定程度 我等于不传染 那么就是说 现在需要咱们感染者 大家都站出来 告诉社会 包括咱们的媒体 咱们的艾滋病 这方面的工作者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艾滋病 感染的朋友 你现在没有什么症状 没有多大症状 没有多大症状 为了你自己 为了我们的未来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避免受这种疾病的伤害 咱们共同站出来 说这件事 但是在咱们国家 咱们14亿的大国 咱们国家报道 艾滋病100多万 但是没有几个人 站出来说 我是艾滋病感染者 咱们站出来说 轻声说 你不如说 我今天见习 小陈老师 我就没感觉到 他有任何的 什么 包括他肯定吃药 这类的 而且大家可以 坦然的在一块 互相交流 比如你吃的药 有什么副作用 我吃的药有什么副作用 大家互相交流 然后提高 我的治疗的医从性 和我治疗的效果 然后我们大家都 能快快乐乐的 共同的探讨 更好的 探讨更好的办法 让我们大家 这一生 我们是快乐的 我们不要把这一生 都寄托到 生下来 那一生枯底里面去 把那生枯底 变成我们一生 快乐的微笑 我觉得这很好 为什么我们要 因为一点点疾病 就把自己搞得 是一塌糊涂 哪怕不仅仅是碍滋病 有的人 得一个高血压 得一个糖尿病 就这不行了 那不行了 得一个肥胖 就这样了 那样 是我们要认真对待 积极的去治疗 但是我总不能让疾病 把我还没死 就把疾病 把我给他先给打垮掉了 我觉得这是 我们所有的人 应该注意的 像郭老师刚刚说的 就碍滋病 他只是你的一个部分 你的人生有很多面 人不是由一个片面组成的 它是多维的 你有你的工作 生活 然后婚恋情况 你有作为父母 作为孩子 作为伴侣 作为学生 等等各个的一个属性 人是复杂的属性 你不能够因为一个面 就去否认你一个人的 一个多元的 多面的一个情况 是 其实我在想 就是说在今天 就是艾滋病 它已经是一个 现在可以通过药物的 这种控制的慢性病 对慢性病 然后它的这个 可预期的这个存活时间 也非常长 对 但为什么大家还是会 谈爱色变 我觉得几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 它曾经是一个 致死率非常高的疾病 那第二点就 毫无疑问 就是它的传染性 分种传播方式 就是血液传播 母婴传播 性传播 还有一点就是 它现在是属于一个 可控制的状态 对 但是呢 还是不能治愈 这个是大家心里会有 这个巨大的压力的 一个原因 对 所以其实 因为刚才小陈说了很多 就是他对于 今天的自己 怎么样去理解 这个疾病 怎么样去 接受 然后怎么样去面对它 对 那其实我也想 知道 就是当你 从你第一次知道 你感染了 这个HIV 这个病毒 到你现在 能够以一个比较好的 经常经验对 中间是什么样的 一个心动历程 其实中间的心动历程 也是比较的 有起伏的 然后就是我一开始 感染的时候 其实就是20年的时候 然后恰逢那个时候 是疫情期间 然后我当时 是因为进出小区的时候 体温检测到你的体温异常 是有发烧状态的 然后测了好几次 就有这样子的经历 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然后就去做了相关的检测 然后就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特征 然后就是两条杠 就已经觉得心里好像有点 就是已经知道快要得了 然后我们就去 我就去想着 就是了解相关的知识 怎么样快速的去展开相关的治疗 然后这是我当下的时候 能够赶紧想到的问题 然后鉴于这个HIV的这个情形 会有一些社会上的压力 所以我会尽量避免 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 家人他们知道我的这个事情 我是自己一个人去做 相关的一些检测 以及说自己吃药 相关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做的 然后一开始去接受这个事情 其实还是蛮有压力的 像郭小人刚刚说到说 他的孩子们提出 我还有多长的存活时间 这也是我一开始就会想到的一些问题 那我当时在解决自己的用药的问题上面 我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然后包括说每一次体检的报告 我都有认真看 我的哪些选项是超标的 或者是不太一样的 我会去关注这个情况 然后我也会定期的和我的医生说 我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他也会更好的了解我的情况 去给到更好的用药 然后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药 每天就大概就花个十秒钟 我就吃完这个药我就没什么事情了 然后你现在吃的是单片 单片 我现在吃的是单片药 然后开始说黑话了 对吃的单片药 然后还有一个是医从性 刚刚郭校长有说到医从性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病毒材料 因为你如果是每一天按时定点吃 它会很好的保证你体内的一个病毒 按时定点 对去控制到一个合适的水平 定时定量 对定时定量的去吃对应的药物 它会控制 这中间千万不能就是说 尽量不断 尽量不断 对因为这个药物是控制你的病毒材料的 然后这个波动你是尽量减少 然后定点去吃 那对你的病毒材料就是OK的 你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 然后就身上人家去生活就OK了 没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的我来说是 很轻易的说出这样子的话 是因为我经历了那些至暗的时间 就像比如说 我有一段时间很抑郁很抑郁 然后我也想亲身 然后我也很难过 因为我没有找到合适的群艺 我不知道该合适 所以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 默默承受下来的 然后这样当时的话 我都解决的方法是 我去网络上去找对应的人 去交谈那些更早的感染者的人 去说明这个情况 然后说你的现在怎么样 然后他作为一个感染者的人 会给你一些建议 然后也会慢慢的和你交流 但是在这个期间 其实你的心理状态是非常不稳定的 然后非常脆弱的 其实也挺难过的 就是你不要去太过相信一些 没有科学证据证明的话语 你要去相信科学 你不能够相信一些什么 土方子的一些治疗方式 那是不对 那是不科学的 那是没有经过实验得出来结论 你一定要相信科学 通过相信医生的话去吃药 按时吃药这样子会是OK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尽快治疗 这个快速是怎么样一个概念 当时候我一开始知道这个情况 我是自己自测出来的结果 然后我朋友他就建议我说 你可以尽快去医院去买药 然后去购药去接受治疗 然后我觉得我走后面的一些事情 流程的时候 我觉得也挺快的 但是我现在事后了解到 就是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有很多是七天三天 或者甚至一天 你都可以直接吃上药 然后这个的话是就很快很便宜 你就可以开始治疗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一个是因为你知道你感染了这个病的时候 你其实是不知道你体内的一个病毒载量 已经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 因为你拖的越晚 你体内的病毒载量就会越高 你体内的病毒含量就会越多 你会越具有传染性 然后你尽快的治疗 那你的病毒就会很快的得到抑制 那你能够很快的进入正常生活 如果你吃药比较晚 像是出现了一些发病的症状了 那你就要比较长时间去建立你的免疫系统 你就要吃比较久的药 去让你的身体恢复到正常 像CD4细胞等一些细胞恢复到正常状态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的CD4本来就是很高的 有些人是很低的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 你的CD4的值也不太一样 所以说要尽快吃药 尽快去进行治疗 如果你通过药物治疗 控制了病毒载量 达到检测不到的效果 在学术界我们把它叫做U等于U 就是病毒持续检测不到 那在这个阶段你是没有传播性的 然后关于病毒传播 我也想要补充的是 病毒传播它需要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是你要有体液接触 如果你没有体液接触的话 你是没办法进行感染的 像你日常的拥抱 然后共进晚餐这种形式 你们不会有体液接触 那就没办法进行传染 那唾液算体液吗 唾液也算体液 也算体液 但是那我就要说到第二个了 第二个是HIV感染的量 病毒的量要达到标准 就是你如果你这个病毒载量 是很低的 你检测不到的 像是你唾液里面的病毒载量不够 好像我之前好像有看到过一些 大家统计的这个吧 如果你是一个正在吃药的 HIV携带者 你要通过唾液去感染别人 其实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唾液里面的 病毒质量不够 量太小了 对太少了不够 因为HIV病毒 它在普通的环境里面 是比较难存活的 要有一定的生存环境 才能够维持它的病毒活性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HIV的感染 可能会不需要那么的担心 但是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这里面我想插一句 我自己是医生搞医的 也当了几十年院长 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感觉 病人是医生的老师 病人是医生的老师 同时病人又是病人最好的医生 不知道你理解没有 医生的技术是从病人身上学来的 他这个医生当的再好 再完善治疗效果再好 这医生是中国的民医 世界民医 他没有亲自感受 这是第一 他吃了腰的感觉 他没有 你吃了腰的感觉 他没有 吃腰的第一天什么感觉 第二天什么感觉 第三天什么感觉 一周的什么感觉 两周的什么感觉 他没有 对 他没有这些数据 不是这个医生不好 是这些数据他没有 但是患者是在流动的 对 患者 今天我在这个城市 明天可能到那个城市 我们的资料不是统一的 那么统一的资料 现在唯一过去 咱们说呀 数字医学 数字医学资料在库里面 从这里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每一个人的资料 是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面 和他的手机里面 从这里 所以说每一个人 是他自己疾病资料的 最全的拥有者 对 是的 每一个同样的病人的病友 同样都是艾滋病 他也是艾滋病的病友 比你早 他比你早 他在这方面的权威性 就是你的前辈 如果像我们这类的播出平台 能够让更多的感染者 你比如小陈老师 今天出来发声 你不一定非要用自己的真名 你说微信 你还有个小狗小猫的名字 是吧 可以用个其他名字 据发声 告诉大家 我就是感染者 我又要什么体会 因为没有几个医生 因为要给你用药 我先吃两天 对 再试 这病友互助 这就是病友互助 所以说是我们这群孩 他就是 而且是他从小感染 他不像成年人感染 成年人感染吧 人家有管理自己身体的那种意识 他们就没有这种意识 所以说大家站出来 我说的站出来 不是说我是谁谁谁 就要拍一张照片站出来 大家哪怕是从语论攻击上站出来 从网上站出来 在你的微博上 是吧 微信吧 有时候怕暴露隐私 微博好像少好一点 或者B站站出来 给大家公众 砸死这病 砸别人 别人 别人再受伤害了 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 因为 你普及下的知识 是最真的 你是亲历者 我就是不一定 非要都是露出面 但是大家必须把自己的心里的话说出去 让大家知道 不要那样子 大家都是人 好像有些观念 我 我虽然年龄 我今年六十多岁了 我就是我对这一方面 可能节奏的早 我就是 人来到这社会上 他的目的不是来雄早伴侣是谁 而是来这社会上雄早幸福了 对吧 至于说伴侣是谁 那是幸福的一个工具吧 或者是一个过程吧 或者是一部分吧 对 你比如说二次病感染者 一说他就怎么样 他又没有撒人 又没有放火 他又没有扰乱你 你何苦呢 所以刚才小陈说 他有段时间也是心里很难受 很过不去的时候 我就在想 他可能会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 就是你开始对这个并不了解的时候 担心自己的这个存活时间 就还能活多久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可能是对这个病本身带来的一种心理压力 说我怎么得到这么一个治不好的病 我怎么那么倒霉 倒霉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我相信会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 第三个就是 对于未来自己的社交 跟其他人接触 这可怎么办 我是一直撒谎 还是要让一些一部分人知道 知道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 对 你当时就这几件事情 哪个对你的心理压力 加历更大一些 就是和家人朋友 然后恋人这些的亲密的关系 一些情感的接触 在我的人生比重中 我把它恋成是第一位 胜过什么自由健康 什么乱七八糟事业这些 就是我觉得人人之间的这些感情接触 情感连接 家人朋友同事 或者是说现在当下 我们的我们的这种关系情感 然后能够有进一步的情感连接 这些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说 感染这个病 对我的这些情感因素 它是有影响的 它影响了我很大一部分 去找伴侣的这样子 能够和一个人进行更深度的 情感连接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会觉得说 这都有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然后还会对 就是我的父母 他们 我没有和他们说这个事情 但是我知道 如果我说了这个事情 一定会对他们造成压力 他们会为我在外面 是不是受到了一些歧视 或者是什么看法 而感到难受 所以你不跟他们说 其实 我是想着更好的去保护他们 对 不是担心他们会对你不好 对 而是担心他们自己会过得不好 对 我会担心他们 我能力验你 所以他是在更高的 艾滋病这个穷体里面 HIV平体里面 更高的一个高层的上 那么对于我们学校的这些孩子 对于我所接触过的 农村的艾滋病感染者来说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被案 是家人的抛弃 他们没办法感受到 来自亲情 他不是感受 家人就把他抛弃掉了 在农村地区 在一些就是说 生活水平都达不到的地区 还有这些儿童来说 对他们来说 最大的被案就是家人 亲人的抛弃 比如说叔叔 阿姨 姑姑这些 我就把你抛弃掉了 对 你像我办校 也算20年了 也算个老学校 我收了也将近100个学生 但是我只见过 中间来看学生的一个家长 中间就是我们当 离我们近的一点 一个城市的一个家长 中间看过学生 别人可以骑死他 不怕 不包容他 也不怕 但是对自己的 至亲的亲人和朋友 在这时候抛弃了他 是他最大的悲哀 对 所以就是说 咱们就说 人出生的时候 都有一手 骑手牌 咱们经常说 大家为什么这么爱起 看他们穿越小说 就是一骑手 一把王战 那不就龙浩天的一生吗 对 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讲 可能骑手 就第一张牌 反正就说 如果是鬼牌 是一张很坏的牌的话 第一张牌 就是感染者是鬼牌 然后第二张牌 发现自己被抛弃了 是一个气儿 一个孤儿 又一张鬼牌 对 那这一生的难度可太大了 是嘞 我这种难度大的人 就非常多 所以说是 他在感染 HIV感染这个穷体里面 他还是有不一样 人家经济条件 家境条件好一点的 人家享受的那种精神待遇 就高一些 像我们这管理的这些学生吧 享受的精神待遇 谈不到多少 所以大家说 隐私这些我们待遇 我们还谈不到了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怎么能够先 第一保证活着吃药 能吃点好药 对身体性还小一点 再一个是有饭吃 是吧 能吃饱有饭吃 再一个是有学上 做上的好不好 那是另说 是吧 再一个就是 老师们能够对他 好一点 因为他没有亲手朋友 说老师们能对他好一点 你像我 还有翠翠 还有我们学校一大批人 60%的人 70%的人 连我的零私老师 256个人 里面至少有 16 7个人 大家称的是 不是老师 你比如说我吧 就因为我年龄大 他们年龄小 他们的父母 肯定都比我小 称我是伯伯 你像翠翠吧 就翠姐 我们做饭的老李 为什么我刚才叫你李叔呢 我们做饭的老李 也是干人者 理学的做饭 这十多年 李叔不是先 不是你先有的 这名字 是他先有的 李叔李叔 他已经17 8年了 在那儿 孩子们一开始就成他李叔 因为我是白白 他比我小 真叫他李叔 就叫他李叔 刚才已经说李叔 所以我们老李就是李叔 让给他 实际是歧途给孩子造成一个家的感觉 尽管 没有那么好 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 余秀华的话 就是余秀华 他是一个残疾的 残疾的作家 是呢 他是写诗的 然后他最近和一个做整容的院长 就是他们在一起直播还是什么的连线了 然后就在说一些相关的事情 然后那个 余秀华他之前在其他的电台节目里面就有说过说 他觉得他爱而不得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身体的残疾 也就是说他的不美丽所造成的 然后那个院长就说 那你的这个不美丽我可以帮你改变 我可以让你变得更美丽 然后让你没有这个困扰 问你愿不愿意来他们这边去接受这个整形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余秀华给的一句话是说 我喜欢我的痛苦 就是正是因为他的不美丽 他的残疾造就了他的敏感 他的财学他的这些能够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汲取到很多敏感或者是灵感或者是财气这些因素才造就了余秀华他的作品 他的艺术性 然后让他能够被大家所熟知 然后我喜欢我的痛苦就是说生活会给你很多不一样的经历 尽管你可能抽到不好的牌 但是这个牌会塑造你 我觉得这个是想给每个人推荐 就是说 不要只看到痛苦 看到他好的一面 如果我不是一个携带者 我没办法今天来到这里 没办法去 没办法上日常公园 没办法上日常公园 但是这个大家有点大吧 我特别同意他说的 其实就是如果说命运给的我两张烂牌 或者说正因为命运给的我两张烂牌 所以我要过一个更好的人生 那如果我真的完成了这更好的人生 那我就感谢这张烂牌 虽然只有两张烂牌 后面咱一旦接上好牌接不上好牌 咱坦然对待他 你就是刚才你说是小程老师说的 你比啥呢 这世界上你比永远只有一个人 是最顶尖的 你比啥呢 不用比 我觉得像咱们今天三人在这聊天 有你二位陪着我聊天 我一下午时光还有一瓶水喝着 我一下午多舒服多开心呢 想到自己所拥有的 感恩现在拥有的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对 所以说我就有时候想 养了这么帮孩子 大家如果要说是 哎呀 这家伙可能是为养这批孩子 为养老子准备的 养老子 姥姥以后有这么帮孩子招呼你 最后我说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养这批孩子 我不是我跟孩子的协议 可能是我跟上天的协议 我跟上天的协议 就是我把这些孩子负责养大 让这些孩子快乐着 如果我达不到这条协议 我等于违背协议了 违背我于上天的协议 至于孩子将来对我怎么样 只要他们快乐就可以 他可以不来看我 可以不发一个信息 因为我觉得这不仅是我跟这些孩子 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社会上 面对社会 你的朋友 亲人 所有的人 你处理关系的时候 如果你老想着 你跟他有关系的时候 是为了回报的话 一旦不回报 你心里面是痛苦的 他说的这个其实是信仰 其实是信仰 对 就是他相信 自己做的这个事情的价值 然后不以最后这个事情带来的结果 而评断 所以你说是自己还有这能力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当初 我也是医院的院长 我就在那时候 帮助他们就随手的事 就这么几个孩子吃点穿点 随手的事 你这么大个医院 帮助随手的事 我觉得就这么帮起来 帮起来以后帮到一定程度 那就是一种同理心了 那样的时间长了以后 势必对他这一类人 存在一种复杂的情感 对 所以最后的支撑 当然政府社会给了物质上的极大的帮助 但是我个对我个人来说 能够做这么20年 我就是最大的支撑 并不是我有多大的能力 也不是我有多少物质 我有多少社会关系 而对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情感 就是你内外的驱动力 对 是这个情感 对 情感这种东西驱动着 我一直去做这件事 我感觉到我做这件事 我心里面舒畅 对 所以刚刚刚校长 其实说 小陈可以做这个 做那个 多去把你的电影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是 这就是校长的 叫菩提心 你知道吗 这就是菩提心 因为帮助别人这个事情 本身确实能够带给你自己内心 极大的养料 实际上这是你的 作为一个人 活在世界上的社会价值感的一部分 对 但他也需要很大的能量 需要很大的能量 像郭校长这样 重入不惊 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 所以校长做事 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 而且这么顺 在于他不是意义主导的 他没有一开始就想了 好多啊 我要做成一件大事 对 我要我要拯救苍生 我要拯救中国的爱自行人物 他是情感出发的 对 他好像就好像你开始 你种了一小片庄稼 或者种了一小片花 你只希望那些花活得好 那刮风了 你得搭个棚子吧 然后不下雨 你得浇水吧 然后这个闹了 这个虫害了 对 你得除虫吧 然后长了长了 都长成了一个一个苍天大树 怎么长起来都不知道 我就一步一步 我先走 对 他不是做一年想十年的人 是的 他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 对 我们俩这个 非常冒昧的给校长拔高了一下 拔高总结了一下 没那么高 平常人可能不经意间 没有经意 可能我碰见了 就在意了一下 结果就导致了这么二十年 去做这件事 实际 我觉得这社会人心善的人还是多 对 我也希望大家心还是都稍微好一点 不要尽量少做的那些有些不该做的事是吧 尽量好一点 大家都快快乐乐的 因为就刚才我说咱们生下来是从着快乐来的 就那一声哭也是把过去的东西都哭完了 然后该着我笑笑对着人生一生的你咋不要自己找很多别扭 但是呢也没有您说的那么容易 因为人心是很容易堕入黑暗的 一个人他一旦觉得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社会的错 那他就开始恨所有人 他就要报复社会 所以咱们今天下午 咱们几个这一栋神疗神卡 不说霸道也算 能够让一个人去改变的话 我觉得咱们今天下午这时间是很有价值的 对对对 是的 是吧 有时候咱不要说目标 我刻意我一次要改变多少个人 哪怕改变一个人一点点 我觉得它都是有价值的 那最后我想聊一个话题 就是因为咱们今天录这个节目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咱们这个叫国际SWing 反其是午餐日 对那我在想其实歧视和谎言 这两者之间现在形成了一个好像是二选一的难题 就是要不然选谎言 要不然选歧视 因为你说出来就会被歧视 你不说出来 那你就在骗人 对 那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有一个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的角度 因为大家比如说作为一个感染者 那我们期待的是寻求更多人的理解和不被歧视 那反过来讲 举例子 比如说小陈 假如你本身不是感染者 或者说在你还不是感染者的时候 然后你碰到一个感染者 你会不会有这种恐惧的心理 咱们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我从高中的时候 从实物书上看到艾滋病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对艾滋病是有害怕的 有担心的 但是我不会想到他和我以后会有任何的联系 那步入社会以后或者是在大学之后 就是谈到HIV 艾滋病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搜索一些相关的子条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发病的情况 对于病理的情况 我是害怕的 但是在之后如果说我了解相关的知识 搜索了以后 我会知道他说 他如果正常吃药是OK的 是日常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我觉得我OK 然后我在很早的时候 大概是高中时候 在网上聊天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聊到说 你会不会因为你的伴侣是HIV的携带者 而对他有什么意见 我当时我记得我的回答是 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你选择一个伴侣 不仅仅是因为一条 他是携带者而否决他 因为如果你能够很幸运的遇到你人生的伴侣 然后是一切都那么契合 然后精神上契合 然后什么都很契合的话 我觉得无所谓 就算他是有身体的残障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情况 我都OK 只要是两个人是相处和谐 然后刚好是契合的 我觉得是OK的 就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可能我反而成为那个被选择的人 然后我会觉得说 无所谓 就是我的择偶标准的话 就是你可以是携带者 你也可以不是携带者 那和我交往这个权利 我会在你和我接触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然后我会把这个权利交给你 你拥有和我继续交往和不继续交往的权利 我把这个权利给到你 让你去做选择 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情况 那如果对方表达出这种恐惧 你能理解吗 我能够理解 就是如果他表达恐惧 或者是说不愿意 那我觉得也OK 然后我之前也有接触过一个 也有被拒绝过 他也是这个情况 说我害怕 然后我不会和你有发展成为情侣关系 那我说OK 但是我们之后也有经常的联系 他也知道我的情况 甚至说他会把他遇到过的一个 HIV感染者推荐给我 对告诉我说 他也是你们是不是可以尝试接触一下 他也会站在我的角度去为我考虑说 他会给我推荐一些感染者 或者是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之类的 然后因为接触下来的大家都觉得很不错 只是说因为这个事情 这是他的选择 那你我尊重他的选择 然后也有一些是 我告诉他说我是携带者 然后他也接受 但是他还是没办法去克服他的恐惧 他选择和我待在一起 但是他没办法摆脱对于 HIV疾病的困扰 恐惧 那我会给他科普相关的知识 然后尽量去解决他的这些烦扰 然后如果说他想要提出说 我觉得还是不太合适 我想要退出 那我觉得OK 这不是我想要选择的人 就是我觉得这个疾病也会帮我筛选那些不是很真诚 不是想靠近我 不合适我的人 或者说不够 对 不够合适的 不够想要跟你在一起 对 我觉得这也是刚刚我说的 说不能够拼命的看他的缺点 他也会带着好处 就是他会筛选那些不够想 那么想和你在一起的人 那郭院长您对于就是说 跟这个感染者接触这件事情 是从头开始 从来就没有过任何的顾虑 你说起死有谎言 我就是没有起死 没有恐惧就没有起死 没有起死 感染者就不需要有谎言 因为没有起死 大家要有什么谎言 对 就不需要有谎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什么是起死 我们一说艾滋病 就是嫖缠卖淫 就是吸毒 如果我们的媒体能够震过来 我们的儿童的性教育 能够调整过来 那么我觉得性生活 是能跟吃喝拉萨水 一样的一种东西 咱们能够正确的看待它 我觉得大家就没有恐惧了 没有恐惧 就没有起死 对 我觉得这是几个层面 一个是道德层面的 大家觉得你有病 你这个人肯定 道德上有很严重的问题 要不然你不会得病 当然那种母婴传播 大家都明白 他们肯定是无辜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不管你这病是怎么得的 我跟你稍微距离近一点 我就浑身觉得不舒服 因为这儿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产生可能知道 就是NBA著名球星摩世诗 就是约翰逊 他是可能是NBA历史上 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而且是被他当打之年 持业巅峰期 1991年的时候 宣布得了艾滋病 然后他就宣布退役 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 一个关注跟讨论 大家其实第一反应就是说 完了 一代球星陨落了 可能过几年就死了 结果1995年 鸡尾酒疗法发明了 然后他就进入到了一个 应该说很积极的一种治疗 和恢复的状态 然后1996年 他甚至1996年 好像是年初的时候 宣布复出了 重新回来打篮球 因为他说我这个病 就是控制了 对控制了 而且他本身 不会通过什么汗水 传染 结果后来就是在一个新的赛季 开赛之前的 最后一场热身赛 约翰逊他的那个 在球场上跟人家碰撞 胳膊就划了一个小口子 然后出血了 然后他就明显感觉到 大家都不敢靠近他了 然后他想了想算了 我还是别付出了 我觉得这个例子 其实很典型 对 就是你能够充分的看到 双方的这种心态 对 就是被歧视的人 有被歧视人的苦衷 而歧视他的人 也有他们真实的恐惧 对 这个恐惧也不是说凭空而来 我就是 现在没事 我非要歧视你 而是一个真实的恐惧 在这真实恐惧里边 有一些对医学不了解的部分 对 也有一些就是说 哪怕医学是这么说的 但是呢 我离你远点 从比 离你近点好 对 我没必要 我没必要 对 所以我最后 我之所以从那个角度 聊这个事 我是觉得这个 就是理解这个事情 一定是相互理解 如果说你单纯的站在 一个道德的高点上 说我觉得你们 其实就是 就是你们道德有问题 那我觉得可能 也没到一个程度 对 因为说到底是大家对于 对于生命的渴望 对于死亡的恐惧 对 对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很多人 他能够在面对感染者的时候 他不歧视 或者说他不表现出歧视来 很大原因是因为他 他战胜了自己的恐惧 而不是说这个人 没有恐惧 不是田森的没有恐惧 对 而他战胜了恐惧 他觉得 他能够用另外一种东西战胜恐惧 他觉得用一种公正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 对 比保护自己内心的恐惧可能要更重要一点 对 再一个是在权衡 比如说在恐惧这一方面 跟他的人心上 对 衡量以后 他就是善良比 帮助别人 或者善良这些东西 比恐惧更重要 对 所以他那东西把恐惧给掩盖掉了 对 这个人对人的那种关怀 对若是群体的那种包容 对一个身体不舒服的人的那种关心 对 我觉得我多年的一生 我就想一生上的 我觉得一生更多的是关怀病人 而不是治愈病人 你治愈过多少病人呢 更多的对病人关怀来了以后 聊聊天 对 对 现在的情况 其实也很复杂 就是有时候你要当自己的医生 你对于这些事情 你要自己比医生更了解 对 医生只是能够给到你一些学术上面的建议 你要对自己的病例更了解 然后才能给到更好的方案 所以我还是主张 对艾滋病感染这件病来说 我觉得每一个感染者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医生 就是比他感染时间更长的另外一个感染者 会能够给到更多 给你会更多正确的建议 而且是毫无一点点起始的建议 对 可能是的 他跟你心通着了 他都是这病 都受到这伤害了 对 他给你的建议一定是他的经验里面 最最可靠的一个经验 今天我其实小春能来我特别开心 因为之前跟校长打过电话 然后简单聊了一下 被看了看教育长的一些事迹 我说这是一个圣人 行我知道了 当然开玩笑 我明白您做这个事的初衷 不是为了做一个圣人 然后小陈其实我很担心 他会比如说对这个话题比较敏感 抵触或者说不愿意去说太多 对 今天我为你身上 其实我感觉到了很多力量 就像刚才校长说的 很多情况之下 比如假如我们今天的 听的节目里面有感染者 大家听你说的东西 可能比听郭小春能说的东西有用 对 因为他不是你是 对 他能够从你身上感觉到 这种生命的力量 他能够感觉到 成为一个感染者 不是世界末日 也不是自己这个世界的末日 对 自己有可能会拥有 甚至更好的人生 那我就借着这个话说下去 就是我想对已经感染的人群说 这个只是一个病 他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把它当成一个片段 把它当成一个身份 就是像你是学生 你是一个男生 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你生活的全部 不要整天都集中在这个事情上面 你像我现在 我可能是站着说话不要谈 但是我以前 就是刚感染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会把一天24小时 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 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我基本上每天就吃一个药片 大概就10秒钟的时间 一天24小时花个10秒钟时间 我去吃这个药 对我的生活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 所以说大家要积极乐观的去生活 去感受当下 不要把太多的心思 用在这个事情上面 生活中还有很多更美好的事情 像是现在北京的天气很好 然后外面有阳光 然后有风 虽然说夹杂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流血 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很OK的 对我来说是很很棒的 然后你去感受周围 然后然后能够有这样子的 很美好的体验 对我来说都是很棒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在治疗方面来说 一定要去尽快的开始治疗 然后现在的情况 其实对比20年前 郭校长的那个时间 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些进步了 然后有一些药物 能够免费的提供给你 然后你也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选择更好的药物 然后也有很多药物进了医保 然后也有很多合适的药片 然后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说一定要积极的 主动的去把这个事情给推动起来 让尽快的去接受治疗 因为尽快接受治疗 你受到的损失就会更小 要去专门的医院是吗 还是什么医院都可以 你可以先去疾控 然后看看是不是确诊 然后去了疾控以后 会有下面的流程去跟着走 然后一般是每个城市 都会有它专门的定点医院 你可以去对应的定点医院去吃药 然后随诊 然后去开始你的一些 就是体检相关的治疗 对开始治疗 然后还有就是对于那些 不是感染者的群体的人来说 一个是保护好自己 就是不论在什么时候 都一定要以保护好自己 更爱自己作为一个前提 去和人接触 要维护好自己的底线 不要太相信任何人 去做好相关的保护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在这个大环境下 没有感染的你们是幸运的 但是也麻烦你们给一些 不是那么幸运的人 一些机会去发言 或者是说去生活 不要当与你无关的事情 如果你不能够解决恐惧 就是当你说话 你明显的感觉到 你说出的话是恶意的 那请你不要说这样子的话 因为你说出的话 可能会对一个人的一生 造成很大的阴影 可能就是一句话 改变了他之后的生活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做这样的事情 对 因为包括其实说到现在 老实讲 我还是会担心 我甚至会认为 在这些节目的评论区 因为我们在所有平台 都会上线 大概率 还是会有人会 会评论区里边会说 说得了病 最好就在家里待着 就不要出来害人了 也不要工作 也不要 还想谈恋 还要结婚 你们 对吧 对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去想 但是我觉得不要说出来 因为没有必要 对 你会就是在伤害人 因为说出来 对你自己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 对 因为伤害别人这个事情 伤害的一定不只是别人 对 希望大家平善一点 Peace and love 对 说得真好 对 关校长就刚才提到 你学生有结婚生小孩 他们的伴侣也都是感染者 都是感染者 都是感染者 对 那就需要感染者 大家有更多的平台 可以相互认识 在一个我就想着 能够感染者里面 大家既然感染人了 成了受害者了 大家都能像小程老师一样 站出来 把自己的经过 把自己一定要治疗的经验 告诉大家 咱们不要企图 不要老想着让社会去 不要起诉我们 咱们不要这么 好像祈祷着 让社会 行行好 别起诉我们 跟那啥一样 自己 这个穷体里面 先讲明白 讲明白 然后出来发声 让社会知道 怎么回事 让社会的人能理解说 这他就是一种病 跟高血压一样 对 就是一种病 跟糖尿病一样 是吧 不过就是 比高血压 比别生日 得得早一点 现在二十多岁 得高血压的 大有人在 就这么个事 是吧 但是你把你的经验 分享出来 让更多的高血压病人 或者把你HIV的治疗经验 分享出来 让更多的人 能够把握自己的生活 能够快乐幸福 这不是咱们生下了 就是为了幸福快乐 咱目标不是就达到了 对 你不管是 中间经过哪些环节 我这一生是快乐幸福的 就够了 对 然后就是咱们最后 点一下题 就回到人生的 这种绝境 逆境那个话题 就是前两年 不是那个 泰坦尼克 在国内重用了吗 我要看了一遍 这一遍比我上中学的时候 看的那一遍的 那个感触要深得多 可能自己也有些年纪了 对 就是其实上中学的时候 就不理解 说我你们俩 那么轰轰烈烈的一个爱情 那么热烈的一个 生死不渝的爱 然后最后 穿沉了 那么多人死了 然后小李子也死了 小李子没死 是杰克死了 然后你肉死 居然就后来就 平平淡淡过一生了 还结婚生小孩 为什么要这么一个结尾 对 甚至感觉就是有点煞风景 但现在我想想 就是说 他最后这样一个结尾 不就是想告诉大家 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的 爱也好 恨也好 礼物也好 然后灾难也好 那最后都是要 把你这后面的人生的每天过好 难道人家杰克就希望你去殉情吗 对不对 从那个故事来讲 我其实我自己在重看的时候 也得到很多的 很多的启发 对 就是到最后 无论你经历了什么东西 你生活把什么样的这种 这种灾难也好 或者是苦难也好 或者难关也好 丢给你 只要你扛住了 只要你活下去 这些东西都是来帮你的 对 有起有父 起起伏伏的东西 对于你来说 可能是你这一次来这的 一档体验 对 要不你们还坐那什么 什么过三车 那多害怕呢 我就不敢坐 你们坐那东西 不就是要一种体验吗 这可能确实是一种体验 对 我也就是体验派 体验派发言 就是像李叔刚刚说的 就是最后回归了平静的这个事情 我其实也有想过 就是你的生活到底什么样子的状态 是最好的状态 有的人给出答案 就是不要太高兴 也不要太伤心 平静的生活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对 然后到现在 我爸的名字还是平淡是真 但是虽然刚刚我说的一东西 感觉是有点像说大话 但真的我觉得 如果能做到的话 就很好 因为很多情况之下 我也做不到 我碰到一些事的时候 我也过不去 我也难受的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整宿整宿的发愁 我也没有那么快 就把这个思念模式转换过来 说这都是礼物 战胜战胜大 活下去 对 但是他每一次 当我能做到之后 就那一瞬间 我觉得说 太好了 我说终于这一关又过了 这关不是说这个事情解决了 而是我不把这个事情看得 看重了 对 就是所以 包括我最近朋友圈 也有一些朋友 比如说家里的亲人去世 然后我看他每天发 就是非常难 让人难过难受的朋友圈 然后说 说一些东西 老实讲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给他留言 甚至给他发微信 我说 这个特别 反正就特别希望 能够帮到你什么 你如果你有什么 这个这个薛帮助 你跟我说 但是但是 多少个话 亲生去世 我又能帮到什么呢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因为他每天 那么朋友圈 发好多条 最后我实在是难过的受不了 我看不下去了 对 就是我也很软弱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我能说的也只有一句说 挺下去 对 我也只能说这些东西而已 对 所以 最后说点啥 就这个意思吧 行 那 再次感谢今天做客 日常公园的两位嘉宾 郭校长 还有小陈 同时也再次感谢 吉利德科学 对本期节目的公益支持 吉利德科学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 生物制药公司 在HIV领域 吉利德多年来持续探索 通过开创性的发明 实现了HIV防治的诸多革新 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社会力量 能够帮助更多的HIV感染者 那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翻一首歌 这首歌是张杰 专门为 我们这个红菲带学校 写的 写了一首歌曲 叫 天空有雨 伞下有你 天空有雨 伞下有你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里边 来结束这期的节目 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每一次相遇 拥抱我的你 用力的想贴近我的心 阳光下一起 午餐草地 风吹来一阵夏天 清早气息 过去的四季 有风有雨 就让它们都留在过去 不再低头孤单 抵抗坏天气 我们也可以站在晴朗里 谢谢你 谢谢你 给我那一句肯定 谢谢你 我们多了一份自信 不情二语 轻盆大雨 我知道天空有雨 伞下有你 谢谢你 谢谢你 给我那一句肯定 谢谢你 我的世界慢慢放弃 重新找回 满个生命里 在未来的日子里 换我为你 荡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